好 游民的迷失 我今天有贴了一个 各位来投票的一个东西 就是 乞丐游民的多的地方 这个地方 他的风水是好还是坏 是好还是坏 各位 我们看看 乞丐游民多的地方 风水是好还是坏 周先生 KC 你们好 各位 当然投票的一个结果 在投票的一个结果 其实大多数人 很多人 说是坏 很多人都会说是坏 当然 很多人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直觉 因为他们认为游民还有乞丐 就是没有钱 他们就是要去施舍 但是各位 你要了解一件事 今天 你要先思考 你是乞丐 请问你要去哪里乞讨 你才会 乞讨得到钱 难道是一个大家都没有钱的地方吗 黄金城 你好 难道是大家都没有钱的地方 大家都苦哈哈的 请问 当然是要怎样 第一个 好风水嘛 这一边的人要有钱 我才有机会乞讨到 所以各位 你会发现到一件事 其实反而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 没有什么乞丐游民会在那边乞讨 反而是越好的地方 越多乞丐 越多游民在那一边乞讨 因为他们比较容易乞讨的到 所以像我每一次经过火车站的时候 火车站就一定很多人会在那一边乞讨 因为火车站人潮多 而且他附近 都还算是不错的一个精华地端 了不了解 所以 各位 你会发现到 其实随着 经济的一个发展 越繁华的地方 其实乞丐越多 我们都知道 全世界最有钱的地方是杜拜 各位杜拜乞丐也很多 杜拜的乞丐也很多 甚至我还看到杜拜的乞丐 给你施舍的时候 他说你没有现金 他还拿刷卡机给你刷 你知道吗 因为杜拜的乞丐到一般的 都市里面可能都是 算富翁 可是在杜拜里面 他只是算乞丐而已 神话你好 班长进来了 给班长拍拍手 所以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解 他认为游民 还有乞丐越多的地方 他认为那个地方的风水反而很差 刚好相反 因为这一些人都知道 去哪里乞讨 他最容易获得钱 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情况 就是当这个 都市越繁华的时候 反而越精华的地段 游民起干 特别多 反而落后的地方 因为大家都很穷 所以也没有钱可以施舍你 所以反而那个地方 就比较不会有什么乞丐 所以 各位 你要了解 反而游民起干越多的地方 其实代表那一个地方的风水 其实算不错 因为 因为 连他们 他们都要够活嘛 当然就去找 最能够拿到钱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就会 觉得 奇怪 乞丐游民不是不好的东西吗 那怎么 这应该是不好的地段 刚好相反 他刚好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段 所以才会有这些乞丐 游民的出现 进入你好 所以各位 这一个他就是 在风水里面的一个状况 在投票的 我看了一下 大致上有6成左右的 都会认为 是不好的 可是各位 你要了解 像我有大陆的学生 他们之前就说 因为 假如他们之前是没有 是把这一些社会低阶的 有没有 就是乞丐游民 他们是没有把他 要驱除的 所以 这一些游民 很容易都是在火车站附近 因为他有一次 大陆的学生来台湾 他就看到我们台北车站 他看到很多游民 他整个就傻眼 他就跟我们讲 在我们那一边根本看不到 因为这一些都会被驱除掉 为什么 他们要停留在那里 因为第一个人多 人气旺 第二个最好拿到钱 所以 陈建平你好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台北车站 那那么好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你去看他的四周围 一大堆游民在那一边 难道台北车站的风水不好吗 台北车站的风水非常非常好 所以 各位你要了解 没办法 吴伟雄就是杜拜的那一种的 杜拜的那个乞丐 大家都很有钱相对而已 他就是穷鬼 所以他还要给你刷卡 他大陆现在不刷卡 大陆现在不刷卡 现在都是钱打过来 微信打钱 所以各位 这个你们要去了解 这个你们要了解 所以 很多东西不是靠直觉反应 了不了解 很多东西不是靠直觉反应 这是第一个 跟各位分享 游民越多的地方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 他一个地方 风水特别特别好 你就会觉得很莫名其妙 为什么特别好的地方 怎么穷 这一些游民乞丐特别多 没办法 因为他们要过活 哪里可以拿到最多的钱 就是这一些好风水的地方 坏风水的地方 大家都吃土 就很像 我已经够穷了 结果五尾熊比我还穷 我去跟他要 要我会要得到钱吗 根本就不可能的事 了不了解 所以各位 有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一种 去判断 了不了解 你可以用这一种的现象 去判断 这个位置 他的一个风水情况是如何 一般来讲 通常这一会有很多乞丐游民的一个地方 通常他的财运一定特别好 他不见得是居住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居住居家 他要求的是平稳 他不是财运 这一些乞丐 他们要过活 他当然要去财运强的地方 了不了解 要去财运强的地方 所以你就要去看说 游民比较多 乞丐比较多的地方 大致上在哪里 你就可以判断 那一个地方 其实 他的一个财运 是 特别好 你要不要解 那个财运是特别好 你当然不要拿那个平民区 平民区大家都很穷 我们不要去理那一种 很多人都会拿那一种例外的 假如这样子 我可以讲 你怎么不拿富豪区 大家都很有钱 对不对 那个杜拜的乞丐 都比台湾的 一般的上班族都还要有钱 所以各位 要去思考这一点 你了不了解 要去思考这一点 所以有的时候 你在路上看到了 这一些乞丐 但是不是一个 可能一个你可能还没有办 你可能还没办 但是 他假如是 差不多三四个 都聚集在那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了不了解 三四个都聚集在那一边的时候 各位 这个位置的财运不会太差 五尾熊要跟老师借钱 各位 我们之前有说过了 虽运的人 我们要远离他 好运的人 我们要巴结他 五尾熊这么虽运 还要跟我借钱 请问老师会把我的运给他吗 当然不可能嘛 他那么衰 我又不是要衰说 所以 为了要自保 怎么可能呢 跟一个衰人在一起 滚滚滚滚滚 去吃叶子就好了 所以第一个 游民乞丐多的地方 财运不错 财运会不错 所以这是第一个要跟各位分享 好